昨夜,梁朝伟第六次摘得金像奖影帝,如今正在德国赶开新片的他,让妻子刘嘉玲带着硕大的龙虾项链带为领奖,隔空发布得奖感言,一个憨态可惧的笑容让人印象深刻。 无疑,梁朝伟是足够有能力摘下奖杯,可是,比起他此前凭借重庆森林、春光乍蟹、花样年华,无见到2046拿下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,此次的他凭借新作金手指摘奖,这部口碑和票房都不够理想的作品就显得单薄了许多。 尤其是此次入围的男演员中,凭借毒舌律师入围的黄子华,以几百日之下中的林宝怡都拿出了入行几十年的诚意之作,而他们在台下观里全场最终都陪跑,就显得有点一难品。 在樱桃眼里,58岁的林宝怡这一次真的成了金像奖的遗珠,被看好的他,最终颗粒无收。 58岁入围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,他一早就透过媒体喊话,如果拿不到奖杯,希望观众不要伤心,因为他早已知足。 近几年作品量锐减的他,显出足够的情绪。 可是在影迷的讨论里,此次的入围名单中,最为热门的意志都是他和黄子华,原本也被认为是两人之争。 然而,一身西装笔挺的林宝怡和白日之下的剧组一起走上红毯,显得春风得意。 这部口碑已经斩获8点0分的电影,也的确在颁奖礼上发位,女主角于湘宁摘得影后,将大卫和梁雍婷分别摘下最佳男,女配角。 原本外界认为,林宝怡极其有望摘下影帝奖杯,彻底抱怨了此次金像奖的表演类奖项。 最终他带着一脸笑容陪跑,放话没得奖,就要拂袖而去的黄子华也失之交臂,而是梁朝伟第六次摘下影帝。 梁朝伟摘得影帝已经算不得新闻在华语电影圈,它是男演员中天花板的存在。 但是此次摘奖的金手指里,梁朝伟把空手套白狼的成一言演得依然精彩,但是比起他过往的作品来说,这部戏的最终呈现是差强人意的。 故事的转折,人物设定细节上的问题都引发过争议。 这些问题都让梁朝伟和刘德华时隔二十年后的合作显出几分遗憾,电影的口碑也并未契合这个梦幻的阵容。 然而最终他凭借这部作品,胜过《毒蛇律师》中黄子华和《白日之下》中林宝怡都堪称颠覆性的表演,这才惹来不少争议。 从此前不少影评人的预估中,《白日之下》中林宝怡饰演的张建华成为得奖热门。 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他过往几十年在TVB剧集里留下的精英,温存的形象。 作为一个福利院的院长,患有眼疾的张建华,看似敦厚善良,但却不断对弱势群体伸出魔爪,这个人物的复杂多层都被林宝怡演得入微。 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里,由人物原型来创作的张建华,也成为《白日之下》故事的反派,也是支撑。 戏里一个微表情都让人毛骨悚然的林宝怡,最终却成为主演里唯一没有拿到奖杯的那一位,他碎裂舒适区,却成遗珠。 林宝怡没能凭借张建华这个人物摘得影帝,让影迷都直呼遗憾。 在TVB剧里,身高并不占优,也不算一眼惊艳的帅哥,林宝怡却凭借演技成为了观众记忆里的白月光。 见证实录的曾家元,妙手人心的离国主,精致欲孽的孙白杨,珠光宝气的高长盛,他塑造过的这些男主缔造过TVB剧的高光,能够深情也有几分雅脾之气,林宝怡也是独特的存在。 然而,比起很多专业出道的演员,曾以歌手身份亮相娱乐圈的林宝怡,最初和王菲同台开嗓,当上演员纯属一场意外,家境贫寒的他很早就开始工作,13岁开始参与乐队,18岁成为鼓手,做过消防员,也当过四年警员,进入唱片公司当制作统筹,一路摸爬滚打才最终出道。 只是那时候的香港乐坛高手如云,林宝怡1990年和王菲一起出演了电影别集后签约TVB,搭档成了一代天后,他开启了演员之路。 在TVB霸平20年,林宝怡从配角开始做起,大时代里的陈涛涛,千岁情人的林克阳,这些配角最终为他突电来了见证实录的高光,成为TVB的当家小生。 曾家元和聂宝岩的故事至今都是职场剧的模板,把爱情和职场秩序都拿捏得恰好,林宝怡和陈慧珊也成为观众记忆里的白月光。 2023年,林宝怡和陈慧珊在晚会中携手开嗓,经典CP的同台让台下的王祖兰都露出的迷地脸。 在港剧圈,林宝怡早已手捧失地,但是他却并不按于小生的标签之下。 在众多演员离朝之前,2011年,林宝怡与TVB合约到期不再续约,他面对媒体尽头坦言,希望挑一些好的剧本,因此决定单费。 离开TVB后的他也并不再只做大男主,和张紫怡、宋慧桥对戏时,他是国情男员皮特,在《反贪风暴2》里,他是惨遭毒手的保安经理伦天元。 不同于曾经步步戏都是大男主,离开TVB的13年里,林宝怡虽然陆续参演14部电影,但基本都在配角位置。 而他的每个角色都风格迥异,走出了人设标签后,一正一斜的路子里呈现出几分野。 外界都唏嘘林宝怡不再当红,而他却甘之如疑。 在白日之下找他出演时,张建华这个角色差点被他推掉,因为那时候的他正在忙着挑战首次做监制,拍摄悬疑剧探西桥。 不料,五年之后后,导演简军进再次找他出演张建华,他也因此决定不能辜负这缘分。 为了出演这个角色,林宝怡每天都要用银色的笔将头发画成白色。 为了拿捏这个人物的细节,他比起过往都要胖了一圈,还仔细看原型人物的过往资料,从歪头等动作细节去剖析角色,但让他困扰的是这个浮口蛇心的人物,让他从心底里抵触。 每天收工回家都不敢照镜子。 林宝怡的厌恶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张建华这个人物的层层分裂,看似是帮扶弗弱小的大善人,私下却是不断伸出魔爪的恶魔。 在白日之下杀青的两个小时后,林宝怡洗掉所有西装,彻底回到自己。 他说这是出戏最快的一次,他的决绝也可以读出他对于张建华这个人物的理解有多深刻。 电影上映之后,很多影迷都直呼一眼认不出林宝怡,曾经的温润儒雅或满身江湖气的男演员已经不在,看似敦厚中年,却在细节转换里露出阴狠的张建华,完全让他切断了过往。 因此,林宝怡入围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后,被认为极有希望能够捧回奖杯,因为他不仅演的入位,也彻底碎裂了过往的舒适曲。 然而,最终的结果是他全程都只是看客,看着同组的演员挨个拿奖,惹人唏嘘。 只有他不觉得遗憾,代替丈夫梁朝伟登台拿奖的刘嘉玲,在致谢时忍不住调侃。 我知道梁朝伟一拿奖好多人就会说不是吧,又是他,给点击会别人吧。 但是我这么多年在他身边,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演员。 这种凡尔赛的口吻搭配胸前硕大的龙虾项链,显出几分喜剧感。 对于梁朝伟的演技,无论是刘嘉玲还是观众都是认可的。 外界争议的只是金手指礼的角色,算不上梁朝伟的佳作,多少有点暴冷的意味。 比起梁朝伟在金像奖的数十年叱咤风云,刘嘉玲在这个颁奖典礼也曾体会过笑容凝固的失落。 1991年,刘嘉玲凭借《阿非正传》被认为铁定将在金像奖影后,当年五个提名演员中只有他抵达现场, 就连开奖的周润发和林青霞都提前对他送祝福,可是最终揭开谜底时,最终是凭借表姐,你好也,摘奖的郑玉凌。 这让刘嘉玲当天的笑容瞬间凝固,甚至多年后已经手握影后奖杯,也并不掩饰当时内心的失落感。 这种心情不难带入此次被外界看好的黄梓华和林宝怡,他们手拿口碑过硬的作品,纷纷身穿华服道场, 最终却败给了远程拿奖的梁朝伟,但不同于年少轻狂的刘嘉玲当年急于拿奖正名演技, 如今都已入中年的黄梓华和林宝怡则更显风淡云青。 黄梓华在颁奖礼后自认依然是新人姿态,未来仍然可期。 林宝怡早在三月就表示,能获得提名就义之足,提前为自己解了围,比起黄梓华的态度,林宝怡的态度显得更加平静。 这也并不让人意外,从离开TVB后她的作品量锐减,甚至连主角戏份都锐减, 但是对角色的要求却各有不同,开戏更像她的爱好。 她的社交平台上更乐于分享和老友们的聚会,一个人去海鲜市场买菜的日常,活得早已不像个明星。 这十几年,林宝怡过上了在娱乐圈周边游离的生活,以至于很多观众一度误认为她已隐退。 哪怕是关于她感情里与小线肉们的感情绯闻,她在漫长岁月里都懒得回应。 只等传闻愈演愈烈时,干脆在社交平台上自己澄清。 这次在金像奖上,林宝怡让看客们唏嘘,可对她来说早已波澜不惊。 毕竟,在她看来,挑好剧本才是目的,所以哪怕没得奖,也笑得满脸真诚。 只是,对于影迷来说,62岁的梁朝伟可以说是伟大的演员,58岁默默更云的林宝怡也值得被更多肯定。 因为留给她的男主机会的确不够多,好不容易有了高光还匆匆错过,这颗遗珠故而惹人感慨。